内地远港医护人员已经到达亚伯馆开始工作 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3月15号星期二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陈嘉玲 余宁童点关香港 先来关心疫情 香港经核酸检测是新增11956宗的确诊 阳性承报平台则是收到15809宗的有效承报 核供是27765宗的确诊 另外再多228名的新冠病毒阳性患者 在公立医院离世当中123人来自院舍 再来看两条简讯 住宿鸡大王 郑雄集团创办人兼荣誉主席蒋 前天在家人陪伴下离世 享受100岁 蒋正1923年出生于山东 20多岁时南下香港定居 他是香港工业发展的先驱者 在机械和工业领域成就非凡 领导业界 他对香港经济发展贡献卓著 更是国家改革开放后首批在内地投资新业的爱国商人之一 早年成立慈善基金推动人才培训和工业研究 为国内培训数以万计工业科技和管理人才 他在2005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大紫金勋章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对蒋正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表示 蒋正新系家国是他们这辈做人处事的典范 警方表示继3月8号拘捕行动之后 昨天进行第二阶段行动 分别在奎冲和天水围各拘捕一名男子 年龄分别是22岁和31岁 他们涉嫌今年2月在网上社交平台 鼓吹确诊市民外出剥毒 又自称确诊者并违反隔离规定 外出到十四用膳 罔顾他人安全和公共卫生 他们涉嫌违反 煽或他人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律 煽或他人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 以及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律等罪名 警方表示相关行为极为自私 警方对这些人必定会严正执法 竭尽全力将这些犯法的人神志于法 绝不鼓喜 由广东省组派的内地远港医疗队 共75人 昨天傍晚经深圳湾口岸抵达香港 将在香港参与医疗护理工作 今早医疗队乘车抵达主要收治重症 和微重症高危人员的 亚洲博览馆社区治疗设施 据了解 本次内地远港的医疗队 是包括了36名医生和39名的护士 队员分别来自广州 深圳佛山珠海四市的14家三甲公立医院 从事呼吸内科 肾内科 心血管内科等 与老年患者救治密切相关的科室 其中还包括6名感染控制专家 以及4名中医师 我们现在就通过照片来看看 内地远港医疗队抵港之后的情况 首先看到的是昨天下午 医疗队经深圳湾的口岸抵港 食物级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 医管局主席范宏林和行政总裁高拔生在场迎接 再看到这是医疗队的成员 列队是不出了口岸 登上了接在他们的大巴 而接在内地远港医疗队成员的大巴 今天早上是抵达了压博馆 我们看到车上是写有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省人民医院 佛山市第一第二人民医院这样的字样 表示这一辆的大巴所接载的医疗队他们所来自的单位 再来看到这就是医疗队的成员进入亚博馆 那么据传媒报道 内地医疗人员早上到亚博社区治疗设施了解并熟悉环境 医管局则是派员向他们讲解收治病人的程序 临床系统的应用 处方药物急救以及医疗程序等的运作安排 而在昨天抵港的医疗队成员来到之前 已经有几批的内地远港医护人员到港 在不同岗位支援香港的抗疫工作 我们来听听他们这些天来的心声 首先看到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医区护长 副主任护师徐昭燕 他的远港岗位是中山医院远港医疗队的队长 他就表示呢 一个常规的采样点的中午 一位市民看出我们是内地支援的队伍 对我们竖起拇指 内地和香港本就是一家人 来自香港同胞 作为亲人般的肯定 让我们工作更加充满力量 能够帮助到香港市民 对我们来说是职责 也是责任和担当 更是亲人间的互帮互助 兄弟同心 其力断金 狮子山下 共同抗疫 再来看到这是济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 郑东湘 他的远港岗位是核酸采集队组长兼健康管理员 他是2月19号的港 他表示呢 来港支援已经接任三周了 今天阳光灿烂 我不禁想到 起初到香港的那几日呢 香港市民是冒着寒风大雨排队 等候核酸采样的场景 心里默默祈祷 希望每天都是晴天 市民便不用忍受这寒冷天气的折磨 我们会在疫情难关下守望相助 同仇敌忾 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再看到这是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陈纯 他的远港岗位是内地支援香港抗疫流行病学调查组 专家组的组员 2月17号的时候 敌港他就表示说呢 粤港一家同心抗疫 愿历此坎坷 相将尽快无恙 如期而至的不止是春天 还有疫情过后依旧璀璨的东方之竹 尽管这些天来 社会上有一些对于内地远港医疗队的质疑声 例如是否能够习惯以英文为主的香港的医疗文书系统等等 其实夸大语言文字带来的阻碍大可不必 因为不论是香港医护还是内地医护 大家的目标都是治病救人 认清了这个目标 大家就可以相互磨合互相配合 相信在两地医护的携手合作下 一定能够达到减重症减死亡的目标 市民对于成就斐然的国家抗疫防疫有信心 对内地医护就更加应该有信心 香港战胜这一波疫情也指日可待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嘉玲祝您健康平安 我们明天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嘉玲祝你 abundance